好 时间暂停请教育局长 委员总好 局长 本期在上会有咨询就是针对 为了减缓少子化以及高龄化的问题 然后也让年轻父母赶于生养 那我就主张说每学期的这个教育经费补助 13660要从原来的三岁往下延伸到两岁 因为毕竟公托公优 坦白讲招生民有限 那虽然我一直跟你们讲说 要善用学校的闲置空间去规划 可是实际状况就是周少增多嘛 所以我认为就是 如果你能够有这样一个相关的教育经费补助 让超不到公幼的孩子 他能到私幼去学习 因为毕竟这个孩子也是国家的未来 对不对 那我记得在今年上半年跟你咨询的时候 我以一个教育工作者出社的这样的专业来提醒你们 你们跟我回应的是说 恐会造成这个所谓的福利营名的现象 那不过欣慰的是啦 那么总算你们也把我的话听进去了 那所以说打算在明天开始去做补助 那当然这个学年度就108学年度了嘛 所以是从今年就开始了 那就非常好 那所以说这就是 我觉得不管你们是不是为了选举知道说 家长重视这样的教育补助 起码话也听进去了也有好结果啦 可是我现在有个问题 就是说因为两岁以上未满三岁的 在幼儿园念的那当然是每学期13660 那如果他的两岁他在这个脱营中心的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领社会局的友善或者是协力照顾补助吗 对他延续到等于是不要马上两岁签 不要就中断就对了 对他可以延续过来 OK这样OK 就是一个把它gap 但是我要提醒你一件事情 你这个相关作业还是一定要是 等于是清楚明了 而且要简化程序 你要让家长跟学校有一个沟通的窗口 为什么呢 因为在我是万华人这个FB上面 就有家长说 哇这个补助款谁领走了 因为他知道这所学校是 有这样的一个教育经费补助 可是他们没有拿到啊 然后也打电话跟你们教育局去询问了 所以我要跟你提醒的就是说 那在这个你说今年1080年度就开始的情况之下 那是不是你一定要去把这种清楚了解 好比这个问题 他到底有没有领到 是不是学校可能领到了直接去抵扣学费 没跟他讲 还是说真的有没有给他 还是怎样 谢谢我们就来 对要去查个清楚 再查 因为这个我是万华人 这个FB是很多很多万华人在看的 所以这个到底是怎样弄清楚 然后当然也要去避免说 以后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发生 所以我觉得 你既然也要补助下来了 那就是一定要把它做到好 可以吗 谢谢 谢谢一座 希望两个禮拜之内 你要把详细查明的状况让我知道 可以吗 好 好 好